但是拉回來講 董哥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之前你聽到什麼政治人物 那暫時沒舞台 然後又跟三立畫上等號的 還有在去年啊 菲云云我們節目裡面也有談過啊 林賀明也是去接 三立的子公司 創造智能的行銷長 可是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就沒有看到林賀明 不管在去年 就今年初的選舉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或是在未來有任何的可能性 目前還沒看到 所以也有一說啦 就是評論說 到商界那如果暫時不需要你 或者你的派系 可能逐漸的視為的話 你有可能就像林賀明等人一樣 真的是game over嗎 沒有 因為他裡面很多東西 在私下運作了你不知道 林賀明過去是跟柯文哲了 柯文哲當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是發言人 那後來表現出色 才繼總統府到民黨 總統府當副民主黨這些經歷 所以他表示他的 關係是不錯的 那今天三立他現在 你可以看到他連戰鬥欄都在邀了 表示他要把所有的關係 把它做好一點 三立估計是走中國大陸的關係 他現在雖然每天在反中 他過去很多節目 後他的偶像機去中國大陸賺了很多錢 非常多的錢 不要每天裝作自己好像很反中 他就是賺中國大陸才讓自己壯大的 就這樣講 因為那時候偶像機 中國大陸沒有 他們那時候才剛開始 他沒有品質這麼好的東西 所以看到 哇看到我們這些 那偶像機 台灣偶像機 那時候是創造了很多明星啊 包括什麼野武士或什麼之類 大家可以看到 那他們在配合 那些演藝圈的 新出來的那些歌手 其實都可以看到 那我覺得 林賀明其實是有角色 只是我們不曉得他私下在怎麼做 那林志堅當然也有 林志堅這次當然要 他們講說 因為林志堅過去在新竹做了很多怎麼樣 其實 其實絕對不是 大家都知道他的關係嘛 那林志堅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的師父就是柯建明 柯建明在民進黨裡面 關係當然最好啊 他當實屆立委沒有人比他資深啊 那民進黨哪些人 需要怎麼樣的話 哪個不是找柯建明 過去民進黨很多立委 受到顯明關 關卻說要駐台大議員 要怎麼駐不進去 柯建明就打給柯文哲 柯文哲就幫他安排 這是我們媒體先大家所知道的 對不對 那有這樣的關係 那林志堅是跟著柯建明 從小助理當上來的 柯建明那時候也沒想到說 林志堅可以一起打敗 國民黨的新竹市長 尋求連任 然後就把他打敗了就當選了 也沒想到啊 本來想說 他是他本來是新竹議員 一個議員 打敗了現任市長喜明財 這想都想不到啊 對不對 那那時候當然 因為國民黨在吃杯的時候嘛 國民黨的 他那時候 大家對國民黨有一些反感 所以一下就把喜明財給打敗了 後來國民黨不死心 在林志堅尋求連任的時候 又派喜明財出來選 還是失敗 可以看到了 然後 到了林志堅卸任這一隊 喜明財乾脆就加入了民眾黨 他兒子加入民眾黨 他就幫他服選了 然後他就退黨 大家可以看到 台灣的政治很多東西 你如果去看會覺得亞蘭失效 到底有什麼黨派不黨派 但是這一次看到了 林志堅顯然有人在燒這口冷罩 因為林志堅被認為是 等於說兩年前的 九合一選舉他是戰犯 民進黨一定很多人覺得 都是他害的 你幹嘛弄一個假論文弄到這樣不可開交 那林志堅為什麼會被大家守定 因為你從小小的新竹市 既然要跑去選直轄市的桃園市 然後你的任期沒有結束 一般人都會空一屆 下屆才去選 他不要 然後他自己就指定他的副市長 沈慧紅 你去選新竹市 我來選桃園市 我們來打 那當然你引起關注的話 大家想說看你的出身背景 像我們喔 大概 我們這樣的 大概這種年紀的 你大概 這個人大概讀什麼國中 讀什麼高中 我們就知道你大概會上什麼大學 老實講 那你還可以到台大 我就不相信了 因為你的程度大概是怎麼樣程度 就是說我們 那個時候 兩考還是公正的嘛 你的什麼程度 有些人看一看之後 這個人一下就變台大 那這個絕對是有問題 所以 當他用這些手法去 讓自己鍍金的時候 就被王鵬威發現了 王鵬威就打他 打他的中華大學 習小新就是打他的台灣大學 果然一看 因為那個已經變成常識了 你的抄襲已經變這樣 所以林志堅 在賴淚格絕對不敢用他 因為你是一個現在大家公認的戰犯 然後你來就已經很難堪了 我們知道賴清德這個政府 潘孟安被質疑過他的論文 所以潘孟安一直不願意入閣 入閣你和別人 那鄭文燦不曉 鄭文燦以為別人不知道 因為鄭文燦抄的是中國大陸的網站 在學術論文裡面是找不到的 可是在網站 你如果打進中國大陸的網站 叫網易 榮易的意義 就打進去就發現整段整段在抄 那抄的這個指導教授也是陳明通 所以可以看到了 當林志堅有人要燒他這口冷罩 表示說他的師父還是有價值的 對不對 現在立法院民進黨 可以看到了柯建明過去 他對多少人施了很多恩情 所以柯建明在蔡英文一當總統的時候 柯建明的助理就當行政院的副秘書長 然後當了八年以後 現在要升勞動部的部長 他叫何沛山 那所以你即使不看生面看活面 林志堅這口冷罩是值得燒的 那必要的話他用關係 我們知道很多關係 你不能是公開嘛 不能公開說我跟誰關係 我讓媒體都知道 不知道 我要拜託你一件事情打得掉 這個事情幫個忙後怎麼樣怎麼樣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師父就出來再講一句再喬一下 就成了 這私下就成了 不會供租 檯面上的話 其實是很多人願意去壓的這個原因 感謝我們的網友 秋孟宇的島內 朱主席侯市長 林彥秀立位 該還這個青壯賦補償了 新北市長不錯按讚了 不然白銀也有良善青壯可以代勞 感謝我們Henry Du加入我們的會員一個月 跟我們說聲加油 感謝石玉瑞 歡迎加入我們的報掛後援會 對我們的會員 還是期待大家慢慢幫我們加入 也可以快快 那我請問一下這個博議員 我們換題目了 因為要講這個NCC最近的事情 當然我們知道 先從這個黃國昌爆料出 蔡英文跟柯文哲見面的時候 有談過NCC的人事案 那輔方也很不滿 就一直跳出來說博斥不是事實 可到底柯文哲怎麼了 柯文哲一直在反覆的受訪裡面翻供 一直不慣的改口 這個我們等一下也會來問我們的晚會節 可是我更想講的是 輔方的態度也很有趣 有哪一件事情 輔方是多次的連番 每一天都以大會報告的方式 不斷的跳出來跟柯文哲叫囂 一下又說應該秉持正直良性 誠信 寧可認錯 不要說謊 一直在講說不要說謊 真的沒有 光是這個案子大會報告已經幾次了 NCC的人事是踩到了什麼痛腳嗎 為什麼輔方會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 跳出來大會報告的媒體呢 到底柯文哲跟蔡英文 有沒有喬NCC委員人事這個案子 是介於有跟沒有之間 不曉得有沒有 奇怪了 三個人講話不太一樣 因為還加個黃國昌 所以一開始黃國昌直接咬死 蔡英文跟柯文哲有談論這個事情 然後第一時間 蔡英文當然說沒有這個事 柯文哲也說沒有這個事 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柯文哲記性不好 還是覺得國昌現在氣勢太露啊 不敢去掠他的風頭啊 稍微晚短一點 說有啦他想談 但是我把他擋下來了 所以沒有談完 等於就某方面而言 是半呼應了黃國昌委員的講法 那這事情我個人覺得很妙 因為有沒有這一番兩正眼的東西 居然還可以介於有跟沒有之間 我是完全不能夠理解 可是也可以證明呢 我認為黃國昌現在在民眾黨裡面的角色 真的是可以說很強勢 也可以說相當的危險 因為強勢不可能強一輩子 那隨時會掉下來 什麼時候掉下來不知道 因為就我跟民眾黨的一些朋友 聊過天啊 問他們說黃國昌委員 跟你們黨內的關係如何啊 他回答非常單純啊 他說不熟啊 不熟 真的講不熟 黃國昌委員做任何事情 都跟他們沒有關係啊 他拍直播都他自己拍的 沒有跟他沒有連結啊 彷彿好像不是同一個政黨的人一樣 但是沒有罵他 只說不熟 那蠻客氣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黃國昌委員 跟民眾黨黨主席 柯文哲的關係如何 我覺得可以從最近黃國昌委員的直播中 可以稍微窺探一下一二 最近黃國昌委員在直播中表示啊 未來啊 如果當他拿起蔥的時候 就是要號召大家集結了 甚至可以叫柯文哲拿一根蔥 到大家集結的地方 然後這時候開始大家都在笑 黃國昌委員也露出了非常具有魔性的笑容 笑得非常高興啊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會笑我這麼高興啊 非常嗨啊 這透露兩點事情啊 第一個 黃國昌委員直接說 叫柯文哲拿一根蔥 主席都不見了 直接叫柯文哲拿一根蔥 就要來我們參加活動的地方 第一個不尊重 再第二個 哪一根蔥哪根蔥 寫贏是什麼 柯文哲哪根蔥啊 是不是暗喻 柯文哲他其實沒有入黃國昌的眼 這東西老實講 也許是我個人擴大解讀 但問題是 在整個黃國昌委員 這麼魔性的笑聲當中 不免讓人有些聯想 到底現在民眾黨當家的是柯文哲 還是黃國昌 但是忘 老實講 能忘多久 黃國昌之前在那個 時代力量的時候也是夠忘吧 到後來還是一樣離開了 但到了現在 如果黃國昌繼續的攻高震主下去 我真的很懷疑 柯文哲能夠撐多久 要知道黃國昌委員 現在他的聲量 是比柯主席高好幾倍以上 以柯文哲主席 這麼喜歡追求聲量的人而言 他不會容許他下面的人 會蓋過他的那天出現 所以我只能講 民眾黨現在 我覺得黃國昌委員 的確把整個聲勢帶得非常高 但他內部 到底有沒有勾心鬥角 或者是內部的矛盾 之後會不會顯現出來 我們現在等著看 但是不管如何 黃國昌委員 對於國民黨很多提案支持的 我還是個人感謝 感謝他 做對於在野黨 有一定的包容度 跟一定的肯定度 但問題是 如果黃國昌委員 是想利用這個機會 來吸引選民 放棄國民黨的 新北市長的庭面的話 那我只能建議 黃國昌委員 如果你真的 對新北市市長有興趣 麻煩先加入國民黨 我們現在還來得及好不好 公開的一起初選 讓我們提出 最強有力的人選 絕對是在野黨最好的一個方式 跟在野最強的實力 但如果你只是為了 創造你自己的聲量 連柯文哲 連民眾黨 你都要拿來當作墊腳石的話 我只能說這種做法 對你接下來選舉 是非常危險的 你小心哪天 那個蔥都寄到你那邊去 請你去拿蔥 感謝我們陽鋒的斗內 董哥武安 今天週六很難得看到董哥 感謝我們的核仙線的斗內 他說阿伯說話 誰歡恰恰歡喜歡倒的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在斗內 那對 這個文貴姐 你真的內建發如其職 我們在跟你發通告的時候 真沒想到每一次你來的時候 剛好十幾點都這麼巧妙 我也是抱歉啦 但你是不是也要想一下 你會不會是政壇的翁來 你知道嗎 真的每一次都逛 每一次都發 來我不知道柯文哲的阿伯 他的這個記性怎麼樣 還是他 因為這看起來顯然有點奇怪嘛 這個記憶是存在一些落差跟不確定性 他是怎麼樣貴人多忘事嗎 為什麼說法會一變再變 還是真的像陳志涵講的 柯文哲他好像最近呢 這個民進黨的大佬 有打電話給他 挑撥他跟黃國昌之間的關係 我當然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被挑撥 上個是 我記得上個禮拜他們還一起 不要說手牽手 但是他們還是有一起出現在 我的這個宜蘭的這個服務處這樣子 那我覺得當然要先講 就是說先講這個柯文哲跟這個黃國昌 我覺得國昌的聲量會高 這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他現在是我們的這個 三黨不過半的這種 這個時期的這個民眾黨的總召 那他又是在過去這巴西立委裡面 唯一一個有做過立法委員的 所以我覺得整個黨團 當然要非常非常的倚重他 那主席現在他其實 你也看他現在其實比較常 就在地方跑來跑去 那可能禮拜二禮拜五會去黨團開會 那他又不是立法委員 那所有的大家也知道 在立法院裡面的媒體 本來就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國昌他本身 第一我覺得他的團隊也非常認真 所以他本人 就是質詢的數量也非常非常高 然後他又加上他的這個聲量 我想不是那個就是網路上這樣 是他本人的聲量就很大聲這樣子 所以很容易引起注意 那我相信他們兩個沒有所謂的顯示 但是大家會有想要從中間去插縫 我認為是一定有的 但是現在的這個發展是這樣 我覺得國昌他也一直是主席 不是一直說要培養這個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接班人 他用接班人 就是反正要培養新秀 我來你們真的很容易這個上新聞 你知道嗎 對但因為我都太老實說了 說這樣子多創造幾顆太陽 而且我們真的應該要開一個 這個廣角畫面 因為博弈議員一直用一種吃瓜的畫面 靜靜靜觀賞的 我覺得比較好 我覺得相當的尊敬我們的文言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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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在上空就還是在起 我是不是不是 有種是這樣 因為我們是在地方直接做服務的人 你知道這跟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不分區立 我覺得非常非常 就是說以地方的工作為主 所以我們從黨內的旁觀者 來看這些事情 當然有時候也是應該要給一些提醒 那我覺得大家當然會想要用 很像看戲的心情 就是說但我們黨內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自己比較是覺得 就是說比如說去總統府這個事情 黃國昌的做法 我認為他是要先點出來 就是他是先把他講出來 我基本上我跟國昌是熟的 因為我的這個宜蘭服務處 是跟他聯合開 所以我說我跟他不熟 就太開玩笑了 所以我覺得呢 他在這個第一時間所說出來 我認為我是相信的 那柯可能基於某些原因他沒有講 他現在後來講出來 就是說他在跟他碰面的時候 很明白嘛 確實蔡有想講 我說蔡英文啊 他就想要來講這事情 他就被制止了嘛 就本來就是這已經不是你任內 這個要決定的事情 你現在來講這事情幹嘛 而且像我跟國昌現在也有在繼續關心 某另外一家 就NCC當時像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講 就講進電視相關的事情 對 我記得當時我只要講跟進電視相關 反正這個進電視馬上就要對我 不排除提告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高層 到底有沒有對於這個相關的這個 整個通過的事情 有相關的一些參與 我覺得到現在也是搞一個不清楚 那如果以這樣的狀況來說 如果我不知道釜方為什麼要出來 感覺好像一直否認啊 這樣聽起來就是真的有問他嘛 他就是真的想要跟人家講人事的事情 所以蔡英文還是很關心NCC啊 你到底在那邊下任啦 你怎麼整天都要關心這個事情 真的是很奇怪啦 所以我來講我覺得 我是相信黃國昌第一時間就是講出來的 其實是蔡英文就有這個意圖 很明顯他就想要講這件事情 那黃國昌跟柯文哲之間 目前我也不覺得會因為有人插縫就 有縫隙會出現啦 因為這個還是一個共生的這個關係 因為他現在在立法院裡面 他就是要課黃國昌給他 這次的委員啊 講台語了 就算講了台語 我覺得這個黃國昌的角色 還是非常的一個吃重 我個人比較擔心的都不是現在 老實說 因為現在是有國昌在裡面就開始運作 我也看最近幾個七個立委 也開始有一些更熟悉立法院的一些表現 我一直比較擔心的都是兩年後啦 我在共事領的時候 也有直接跟柯文哲提出來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時候才會開始 讓大家更需要去觀察他們之間的一個互動 但目前來說 因為現在都還沒有真的 像國昌都偶爾會到新北去走走吧 這你大家也知道 但是事實上現在都還是主力在立法院 所以我覺得那個嫌隙並沒有存在 只是說之後進入到地方要去 真的到地方如果要去參與選舉的時候 然後又換另外一批委員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那中間的這個需要去謀合的部分 才會真正發生 我插個嘴啦 我覺得我要改變一下講法 對我改變一下 我覺得國昌老師對於柯文哲主席 是非常尊重的 因為他的尊重都擺在心裡面 外表完全看不出來 好不好 絕對是尊重的好不好 都擺在心裡面了 他有講出來啊 真的嗎 黃國昌都講出來 他說我們主席怎麼樣 我們主席怎麼樣 所以是柯文哲沒講出來囉 原來是這樣子 他有說 沒有沒有 柯文哲也有那個啊 他有表現出 他對雙黃一高的喜愛啊 他常常講啊 像他都不會講我跟蔡壁如 這樣大家聽起來 你看對啊這樣就知道問題了 可能還有一些 賴香菱跟 不好說不好說的 對 來董哥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柯文哲的憂慮 除了NCC電視是小事了 就只是大家講的這個重點不同 柯文哲更有憂心的是那兩大案 那其實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林幸兒 她也特別秀出了柯文哲曾經拍板的公文 說柯文哲是如何的打破限制 讓原本不服資格的星光 可以擠進投標的行列 根本就是為星光量身打造的 很多人也在市井說這兩個案子 柯文哲不管講不講得清楚 都會有傷啊 我先講一下NCC這個事情 這個NCC這個事情 因為柯文哲跟蔡英文見面 是3月14號 那時候就傳出來了 就是說 蔡英文願意給這個政黨比例 對啊 那時候我們就已經記得 什麼黨什麼幾支嘛 對 那3月22 那時候就媒體就開始討論了 討論 那時候柯文哲就當場有跟蔡英文講 說你不是要卸任了嗎 那蔡英文跟柯文哲講 因為他們在總統吃面嘛 他就跟他講說 我會跟賴清德溝通的 因為柯文哲認為說 我們投票的時候你已經卸任了 意思就是這樣 那蔡英文認為說 必須在我任內提名啊 就雙方有這樣的 那蔡英文 那時候大家就講出來 就要提名 因為NCC七名委員 現在有四名卸任 所以如果這四名卸任 都要在野黨同意 才會經過立法院這個關卡嘛 那這樣的話民進黨 就不會夠半數 因為他只有限任這三席嘛 那這四席變成都在野黨 那將來被在野黨 被在野黨拚了 所以他才要找柯文哲 就是說我可以讓你一席 你在立委的席次你只有八席 立法院有113席 你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可是NCC有七席 我可以給你一席 意思就是這樣熔肉 就是那時候整個媒體的解讀這樣 那各位朋友 那時候媒體傳出來第一次報導 總統府不否認 那天是3月22 各位可以去上網 去找一找相關的資料 我告訴你3月23 我們周遭一些朋友都接到了 就是民眾黨已經找好人了 對我們也聽到一些名字了 就是我們的熟悉的邱毅 那時候都已經講是邱毅了 就已經決定了 那也有媒體去問邱毅 邱毅說我上任喔 我對於NCC過去那些 我一定會大力的那個 甚至也談到中天 那時候 因為邱毅跟我是非常熟悉的 我們過去常常一起上節目 所以我講的意思是怎麼樣 我們要討論這麼久了 為什麼總統府等了一個月以後 才來夥任 現在是5月呢 現在是5月 我剛剛特地把日期都講出來 我說已經一個都一個 你總統府都不夥任 現在突然出來夥任 你是在幹嘛啊 難道你那時候 總統府自己也有疑情的每天報告 還要做成議論 簡報給總統給相關人士看 那你那時候為什麼不回應 現在才來回應 那你是哪一根筋不對啊 所以我非常的認定啊 就是第一個時間發生的東西 是比較真實 我們現在有一句話很流行 叫暗中出貢 就是暗中出貢 就好像我們在講邱莉莉的案子 暗中出貢 那些人都和盤投出了 然後現在法官通通判無罪 因為那些人都放貢了嘛 那些哪錢的議員都放貢了 然後法官也很體系嘛 所以他們在電話被你們確定到錄到那些東西 純屬聊天 純屬閒聊 所以可以看到司法的那個 好那你現在講了 現在我們看到柯文哲這個問題 我覺得柯文哲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這個案子喔 從台志光開始 台志光開始就慢慢地浮上台面 台志光這案子就是 因為柯文哲的個性喜歡去打別人 這是他的個性 他跟蔣萬安不一樣 譬如說蔣萬安今天媒體問到他 他就閃抖 他講說你幹嘛去閃抖 人家講的是柯文哲 你為什麼議會要查理 蔣萬安比較厚道 柯文哲比較不厚道 就是個性使然啊 我覺得這個個性使然 柯文哲2014年上任以後 就要查五大批案 每天罵郝龍斌每天罵馬安九都在圖利 都在官商勾結 然後還組成一個聯政小組 聯政小組的成員包括李安妮 包括李登輝的女的李安妮 就是你找那些對藍營有情緒的人 通通找來 然後你們來組織一個小組 然後再從市政府裡面去找那個公文 爬書對郝龍斌或馬安九 比較可以斷章起義比較不妥的 後來這些東西就拿出來 就丟給李營的所有媒體去 去踏華 踏華了一年多 然後把資料故意給他們 這柯文哲那時候幹的 就非常清楚 有人問周一寇說 你怎麼會有這個資料 這資料那個小組晚上 下午開會才會有 你怎麼上午就在你臉書 你哪裡拿到這資料 他說我地上撿到的 大家記得吧 這個柯文哲市政府 是個非常惡劣的市政府 就是說我認定 我就是要羞辱郝龍斌 我就這樣 所以郝龍斌為什麼現在 現在講話對他不客氣 就會這樣嘛 那你查了半天最後什麼都沒有 你把我羞辱一頓了嘛 那講話那樣個性不一樣 現在柯文哲碰到情況是怎樣 台志光 台志光那時候 國民黨的陳崇文涉案 那民眾黨 有些人就見類欣喜出來講 他們不曉得陳崇文跟柯文哲關係 是非常好 好的不得了 很多人不知道 用政黨來看 2018年柯文哲選 台北市長連任的時候 國民黨提名丁守中 民進黨提名姚文志 對 陳崇文是找柯文哲站台 不找丁守中 你就可以知道什麼 什麼叫好關係 那民眾黨一般人不知道 國民黨被檢察官收壓了 開始打 就開始打好隆斌 那這些資料一拿出來的話 其實對柯文哲是不利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解釋 你為什麼簽了一個職業 這個職業的錢是比較多嘛 現在台北市政府 現在 他要求的就是 他現在只願意付 要講完 因為被逼嘛 我願意付1761塊 我不願意付2200 那時候柯文哲簽2200 一個月2200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這些東西都可以攤開 那金華城從總統大選之前 袁若芳跟張志豪 張志豪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袁若芳是台北市議員 他們就開記者會了 對 那其實檢察官 沒有在查 他們在詭問 我們 你跟他講嘛 我們一月總統選舉就完了 人家講了這麼具體的東西 你為什麼沒有去查 然後現在說我們都在查 我們都在怎麼樣 那金華城這個當然 是非常特殊的例子 對不對 從392 然後跳到560 然後跳到840 這個三級跳 怎麼會有這樣的 好康的事情都給了金華城 這個當然是大家都很注目的嘛 那當中的過程 其實你要把所有的過程拿出來看的話 也很簡單啊 就是有人一直在幫金華城 簡單講就這樣 那他在幫忙的那些話 也都有證據 我覺得這個案子要查也不難 那北四科對柯文哲比較不利的 就是 大家知道2020年總統大選 2019年總統跟立委一起選 2019年 吳欣寧就被民眾黨提名了 那可是兩年後 北四科就是給吳欣寧家族 他已經是你的人 他雖然那時候還沒有當立委 但是他後來還是地補上 那你跟星光金 這個關係 你是應該避嫌的 就是說這怎麼講 是應該避嫌的對不對 那他沒有避嫌 最後還給他的 跟金人寶是完全不一樣的條件 這個當然都可以被拿出來討論 可是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現在自己比較閃抖 你要問他他就很不耐煩 要不然你送檢調或者什麼 我覺得這些事情其實不難解釋 最可憐的是 民眾黨在台北市議會那 僅有那四名議員 他們都是第一次當議員 他們要替柯文哲編入 可是他們也拚命從市政務拿一堆資料 我告訴各位朋友 台北市議員是可以任意 跟市政務要求資料 只要叫得出平征 那國民黨的立委 跟中央要資料是要不到的 他會說這憲法 像NCCO要不到 你不准我不給 這態度是不一樣 民進黨是一個惡劣的 政黨就是這樣 民進黨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台灣民眾黨的議員 跟市政務要很多資料 所以是他們開記者會 會有資料是這樣來的 那我覺得這些議員比較可憐 因為他不了解前因後果 他那時候也沒執政 他們第一次當議員 那他們必須替柯文哲辯護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應該 把這些過程 我覺得柯文哲自己比較清楚 他有接受了一些請偷 我不要說他被人家關收 因為你當市長明顯的一定 每個人都會接受一些請偷 那請偷是陳情或怎麼樣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八百事 這個要被人講得很清楚 他們那時候用監察院 把它搞成五百六 監察院糾正了台北市政府 然後每天約談這些官員 你不照我的糾正文 我就彈劾你 所以那時候監察院是很惡劣 那時候是國民黨的監察院 這個監察院最主要叫劉德馨 就是說他們是很惡劣 那至少官員是因為 我有上級一個公文 糾正我然後要求我 我還有所本 那現在為什麼五百六 又變成八百事 柯文哲要把這個過程講清楚 然後你怎麼讓這個都委會 去通過這個 那這個你講了以後 你這四個可憐的小雞 在市議會才有辦法幫你編入 因為現在市議會已經弄了兩個小組了 這小組要查下去的話 你要讓他們幫你講話 要有一些根本的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這個案子打下去 讓柯文哲會越來越難看 因為你很清楚 市議會要搞這個調查小組 不是真的要調查真相 是每天有柯文哲的話題來打 就好像柯文哲那時候在打五大弊案一樣 柯文哲那時候擁有立眉 現在完全沒有立眉 那只好議會自己來創造一個 讓媒體報的環境 所以這個是要 這些是要把柯文哲拿來揉令 那柯文哲你自己為什麼有這些事情 自己要講清楚 感謝我們的阿好的斗電 他說柯文哲要不要去看醫生 看是不是常常忘記 不知不記得有沒有僑人士 而且褲子是不是放在冰箱裡面 忘了穿出門 但是打開冰箱的時候還要記得拿蔥 感謝何仙仙的斗內 他問一下博弈有加入那個專案小組嗎 沒有抽到 真的嗎 要抽對不對 但是不用 因為我本身是公務委員會 所以沒有差別 我可以直接掉所有東西 他說加油要查給他清清楚楚的 感謝我們的EKA06233的斗內 國運昌龍必如科 晚會求真問董哥 禮青遊子接棒來中天傳真沙沙樂 然後跟我們大家說聲平安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們的斗內 對那我先請晚會姐姐 幫我們講一下這個案子好了 因為北市科剛剛也講了 半年前應該就已經有在打 只是這一次把它做大 那當然像亮哥也解讀 是因為這個案子 是要來逗柯文哲的 可是另外也一說 因為之前藍白的氛圍也不太一樣 但是隨著選候之後 柯文哲的態度 不管是對藍或綠 又是一樣的那樣的打法 所以現在開始反噬了嗎 我自己看這個案子 以細節來說 其實我覺得其實已經 兩邊都已經講了很多了 但是我自己在觀察這件事情 比如說到現在已經變成 昨天新聞跳出來的 這個什麼卡字案這件事情 我看我們的小草群就炸鍋了 就覺得說 不是已經花了很多力氣說明了嗎 怎麼會搞成這樣 我覺得這個司法的部分 我認為他們有先掛一個號的感覺 因為現在離選舉還有連酒 但是掛進去之後 反正到時候選舉的時候要用 再拿書來用 隨時可叫號 對 隨時都可以 這是我的觀察 但是就像剛剛董哥講的 其實這件事情的全貌應該是 我認為除了主席之外 應該最清楚的是黃珊珊 我從頭到尾都覺得 珊珊在這件事情上面的表現 讓我覺得不太OK 對 因為剛好我們有一個網友 就張梅華他等內就說 珊珊當幾屆議員了 還副市長 現任立委 他可能也沒有看到他的回應 對 他不是沒有回應 他有在粉專上面回應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大概會提供一些資料 告訴我們這個方向上 大概這個事情 該怎麼樣做解釋 但我覺得以他個人來說 只有在這個媒體上最後 比如說黨團開記者會 然後他會後做一些說明 或者是只有在他粉專做一些發聲 我認為這件事情 黃珊珊可以做得更好 我是個人比較期待 因為我之前也對他喊過話 我希望他可以出來 就是做一個主要的這個主key手 去做這個相關的一個說明 因為當時他也在這個 副市長的這個位子上 所以這個相關的事情 如果都委會那邊 他們都是合意志 怎樣的一個運作模式 有關這個精華城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用更多的一個 這個表格啊 或者是流程啊 出來讓大家更清楚 就是剛剛董哥講的嘛 這過程到底要怎麼發生 因為議員們 確實很努力的在說明 可是我覺得他抓不到 媒體的主key 所以他就變成 就是說這件事情 弄到最後就已經是變成列他字案了 那主席就說 他就要調查就調查 人家真的會跟你調查 所以現在時間 我覺得還不夠接近選舉 所以等到更接近選舉的時候 這事情一定會有 這個高峰才會真的上來 但以目前來說 我覺得我自己在看內部的 這個整個的一個公關處理上面 我覺得我是比較建議 由珊珊來做一個主key 要重新來把這所有的案子 做一個更完整的一個說明 比如說從這個北市科 他當時是希望來做一個發展嘛 那現在全部就講說 跟星光晶 因為跟這個吳欣穎的關係 我先跟大家講 吳欣穎跟柯文哲沒有那麼熟啦 所以他們有一起選了總統副總統 我真的跟大家講 因為那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參選副總統 也是最後大家才票選出來的 那我有看了一份資料 其實當時在105年的時候 你看是柯文哲剛上去沒多久的時候 他就有去成立一個叫促餐專案的辦公室 所以像這種有任何就是潛在投資人可能存在的 他們要來做這個拜訪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個都需要做相關的一個登記 就是訪談內容需要做登記 那我有看到裡面的資料 不管一訪兩訪三訪 其實真的不只星光人獸 我這邊手上最少這13場訪談的裡面 有談到權力金的 大概就有12345 五家企業 我在友台有講過這幾家企業的名字 那我覺得當時就我所聽到的資料就是 就是他們全部綁一起太大一包 那權力金也都過高 這個都有紀錄可言 有些紀錄覺得寫得不清楚好像不見了 或者是不 就是照淑慧的講法是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前面就是兩邊的講法不同 那我覺得在民眾黨這邊 就有人需要出來把這一些零零碎碎的資料 照時間序把它講得更清楚一點 不然請問一下就像剛剛董哥講 我們那四隻 議員 年輕的議員們很辛苦 要進到調查小組 然後一人要占全部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對他們來說是有點太辛苦 這樣子 不要真的沒問題去跟他們說到有 你就是要想辦法把它解釋清楚 讓大家檔內都很清楚 才有辦法去對外做一個說明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口